受到疫情影响 搭乘大众运输的乘客也越来越少 新竹客运也快撑不下去 在今年9月12号营运许可征到期之后 预计就不再经营了 不过新竹客运在桃竹竹苗四线市 一共有34条路线 新竹市监理站表示 5月底会进行协商 希望业者继续经营 或者改由其他业者接手行驶 如果真的不再经营 也会有缓冲期 不会马上停驶 排排排这大排长龙的景象 可不是再排快筛 这是过去新竹客运的盛况 但是受到疫情影响 现在搭客运的人数不断的往下滑 新竹客运在今年9月12号 营运许可证到期之后 预计将不再继续经营 新竹现在要到新竹市 其实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公车 所以减班的话 可能比较大的影响就是 出门会稍微比较不便利 在新竹的话 比较便利的交通方式 可能就是公车 如果要去比较小的点 后面要坐火车的话 公车变少的话 确实会影响 新竹客运拟定停驶的 三十四条路线 包含全程新竹市境内一条 跨新竹县市有七条 跨新竹县市和桃园市有一条 全程新竹县境内十六条 跨新竹县和桃园市两条 全程苗栗县境内有七条 朝路线优化 路线补贴调整 开放其他有医院经营业者皆使 与业者地方政府 吸手努力 以维持该等路线之旅运服务 新竹市监离站表示 预计五月底会和桃竹竹苗 四县市政府共同讨论 如果未来新竹客运确定 不会再继续经营 客运也不会马上就停时 会有缓冲期 让民众好好适应 记者闫日龙王玉军新竹采访报道